很緊張 唱歌不緊張 說話很緊張 我今天這段影片是不是跟音樂和唱歌有任何關係的 我今天主要是想說一些關於我學日文的一些經歷和一些心得 就是心得 因為我平時在這個地方都很多 日文歌的翻唱片放上來 可能有些人會不會想我和日文有什麼關係 今天就想就著這個學日文的話題 特別拍一段影片去講一下我學日文的過程 還有一些類似心得的東西 希望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人學日文的話 拿來參考也好 我平時這個位置彈琴 所以我沒有彈在這裡 其實我這裡 上面看過的 就是我看不到的東西是這樣的 我這邊不是 只是這邊 是我的讀書證書 那些東西 給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在日本的短期課程 收料證書 那這張是我第一張 2018年7月的N1 這個大學的畢業證書 這個就是第二次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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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表太小了 就是這樣 幾 幾自豪的一幅場 哈哈 剛剛我看完這幅石市場之後 我想說一下就是 我什麼時候開始學日文 就是學了多久去考這些不同的日文史的一些資訊 那如果有些想學日文的朋友的話 那可能拿來參考也好 那我最早對於我學日文有記憶的一些相關活動 大概中三左右 我突然之間因為我班上有一個朋友他學日文的 那他那時候都好像 我忘記的是N3位 那他那時候有 即是有個日文的形象 那我那時候就經常都在那裡 聊他教我的日文的 那 現在我有一本初學的日文書 都是來自於他的 那 之後去到 我是末代高考生 那我高考 那我考完之後 是 暑假這樣的時間 然後我就跟哥哥兩個去了 周圍找一些 學日文的地方 那那時候是 末代高考2012年 是 八年前 那 真的找了一間學校去 開始讀日文 那我2012年第一次 回到的這間日本語學校是在灣仔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過這單張 我是選擇老師 怎樣選擇 我是選擇了一個全間學校 唯一一個日本人的老師 那我當時的看法是覺得 那學日文當然是 跟日本人學 就是 口音啊各方面都聽回來 不會好像聽了一些山拉 那樣 那是這樣的心態去學的 但現在看其實不是一定 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本地人老師 或者不是 不是真的日本語做母語的老師 他們是 他們如果可能用到我們廣東話 這樣 他就可以更加精準地 解釋給你聽 某一些日文的概念 那可能有時候 有些 如果不認識這麼多廣東話的 日本人老師 那他未必可以這麼精準地 就是 對中那個位 那你就 拿捏不到那個語感 有機會 那當然我遇到這個日本人老師 就是 我自己非常 就是 幫了很多 是非常好的一個老師 但是 不是一定的 這個情況 那就可以 就是 我建議 一開始 可能找 本地人老師 教了 你的 基本的一些 日文的語感 然後去到高階一點點 才找回 日本人老師 都是一個 挺有效率的 學日文的方法 那我在這間 日本語學校讀書 由一二年開始 去到應該一四五年 差不多都還在那裏讀的 那我讀到開始 有一些 本來同班的同學 就冷冷散散地 就 放棄了 那都 基本上 應該真的只剩下我 我和阿哥兩個 那就 開不成班 那我們就離開了 就 不記得之後怎樣 就放下了一段時間 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那時候 計算都讀了 可能一年多 或者兩年 差不多 2014年 我們就 第一次去考 日本語能力試驗 我們當時是 直接跳了N5 去了N4 那次兩兄弟都是 直接合格的 拿了N4 去到下一年 我們 2015年 就 年頭 和家人 就是四個 去了 九州復江旅行 九州 不只是復江 就有些 紅本 那些 我們去旅行 那時候突然之間 和阿哥兩個 覺得 哇 很想在這個地方生活一下 那 就 突然之間 多了這一種 想去 就是 留學也好 怎樣也好 的心態 在腦袋裏面 出現了 那時候我們N4 真的去安排 去留學 那這件事呢 我們 搞得整個留學 是2015年的暑假 那時候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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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開始 我當時 在讀大學 那 就 大學兩個學期中間夾著那個暑假 我就和阿哥兩個 放了去日本 放了去東京 那就讀了一個兩個 越鬆一點的 一個日本語 課程 我記得那時候 在東京 就是 我雖然是N4 但是和阿哥去考那個分班 士 入了一個 N2 的 複雜班 但其實很 很奇怪的 因為我和阿哥都說 我們兩個程度差不多 那 就說 有一點想 不如想些方法 讓兩個分為同一班 那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是在分班士 跟阿哥說明 只是做懂那些 不懂那些 一題都不做 那結果我們真的分了去同一班 但是進去這一班的時候 就出問題了 因為我們是沒有做很多題 那個分班士 那結果我們 勤力程度 是比起同班同學高一點 的 班上面的人 是不是很肯讀書 那我和阿哥 就在那裡 語言學校那裡 我是全班第一名 阿哥就是全班第二名 那當時 在東京讀完 大概 九月 十月 我們拿了剛剛 福祉人上面的證書 然後 回到香港 我們當時 都在日本的時候 都已經 申請了 2015年12月去考 日本語能力試驗 那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那班叫做N2的複雜班 雖然我們當時只有N4 但是 如果我去報考試 N3好像有點奇怪 那我們就直接 拿著N4 跳了的N3 直接去考N2 那 十二月考N2的時候 都是 兩兄弟一起合格了 直接 那 對 挺順利 叫做留學 回來 不會讀完 拿了第一 回來又肥了 那 剛剛都說過 我那個 去 東京留學 這個經歷 是發生在大學 時期兩個學期中間 暑假的 這樣的一段 期間 那我記得當時是 15年去東京之前 我是 星期一至六都要上學 那我星期六那個班 是有額外報給自己的一個 當時對我來說 是心得很厲害的一個 N2的班 那 星期六上三個小時 那 平時一至五 我那個大學 在香港海外課程 這樣 讀 就是 讀日文 都在那裡有讀 這樣的情況 都挺 填鴨式教育 這樣 很長一段時間 是星期一至六 這樣去讀 日文 我的大學 橫跨了2014 去到2016年 這樣 就是三年的時間 裡面 必修都是日文科 那我當時四個學期 是總共有五科 日文 但是其實 我選擇這個科來讀 是真的為了日文的 而我當時有一點心態 是拿來抱著 讓自己有大學畢業 那我知道 那些日文程度 是比較容易的 那就是 讀書那時候 沒有那麼大壓力 那就可以 順利畢業了 那其實 變相 在大學那時候 讀的日文 是 就是 當時我已經是 不是那個程度 那就 不是說 對自己的學習有 太大的幫助 那我2016年那時候 最後一個大學學期 因為我這間學校 是有海外課程 那我是 好像香港那樣 有些Degree 那樣 我在香港讀 那樣 但我最後一個學期 是申請了 真的飛去當地學的 那那個學期 我是讀兩科日文的 那就是那個學期 那就是那個學期 有兩科 整個氣氛 都是 真的好像 哇 飛去外國 那樣讀 好像很大陣仗 但其實 真是 容易的 那時候學 那我變了 雖然我 16年 還在學校 在學日文 但我自己的概念 而不是自從2015年 離開東京 讀完那個班之後 我都是 當自己是自學的性質 那在2015年 就是東京留學回來 就是 除了一個大學那裡讀 日文之外 其實我都 沒有任何地方 從此沒有去過任何地方上日文的 那很多時候都是在 Youtube 啊 看一些 我覺得都 挺好 挺有營養的 一些 日本人教書 那 那就 到現在 2020年 都是 一直都是 在這些地方上學 那 都 挺有效率的 我自己覺得 但其實我是 在 2015年 不是說 考了一個N2 的 但之後 我是 沒有 溫過日文 就是從此 好像放下了 直接是放下了 放下了 差不多 兩年 兩年 對 放到17年尾 左右 然後我突然之間 想學回 因為我那時候拿著 N2 我想 我想要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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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在2017年尾 差不多開始 又讀 真的 放下了兩年之後才拿起 那 變了當時 一二年至一五年 讀了三年 這樣的情況 再多一點 這樣的時間 去準備 然後我去考了 2018年7月的N1 就合格了 然後2018年7月 考了N1 回來之後 2018年尾 12月那次 我因為要陪人考 我又去考多次 我覺得人們很擔心 如果這樣肥了 就好像被人褫奪了7月的N1 但是幸好又被我考多次 又是合格 那我就 那我就叫做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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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這樣又不參加,那樣又不接的情況 就躲在家裡學日文,繼續進修 搞一些商業用的日文那些事情 最近還開始去教一些初階的日文學習者 我希望用我的一些經驗 因為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讀日文的時候 會發現了很多很多一些,為何沒有人跟我說的 這些事情明明有捷徑 或者有一些可能日本人未必發現到的 學習者的一些會遇到的問題 我作為過來人,就希望用自己知道 哪些地方是地雷,哪些地方是需要留意 這樣的心態去令一些初學日文的人 更加有效率地去學 最近我也是去教這些 當然我不會用盡一切方法 確保我每一堂教的東西是不會有錯誤出現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出來說自己去教人 但教一些錯的人,就好像有點可惡 所以我經常跟一些很奇怪,叫他們做學生 跟我的學生說,我不是來逐樣逐樣去教日文 不是好像我以前去學日文的認識去教 我是告訴別人,哪些地方要留意 就是用一個怎樣學的心態是最有效率 我希望可以令到人,就算真的可能上我兩堂的話 之後都會有一些自學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更加有效率的方法可以學到 如果有些人想學日文,有些朋友想學日文的話 就可以拿來做一個參考這樣的性質 即是說我在2012年7月開始初學日文到 2018年7月第一次考到N1 這六年間,我是總共考過四次的日本語能力試驗 第一次就是2014年7月1日那次 即是7月那次 那時候就跳了N5,直接考N4 第二次是2015年的12月 那時候去完日本留學回來 第二次就跳了N3,直接考N2 之後就一直都沒有讀,去到17年尾開始讀 那就是2018年7月第一次考N1 然後2018年的12月第二次考N1 總共四次都是合格的 那我的心得或者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學日文不用說真的要在日本去讀 我的看法是 即是更加是比起以前的年代 現在還未有一些可能現在我們去建的YouTube 現在是更加容易地可以接觸到很多學習的一些材料 根本上不需要說 要天天在身處日本演唱 你已經可以在家製造上一個語言文境給自己學 那還有我自己在日本留學的經歷是 因為我可能那時候比較初階 那變了學的東西都未至於 跟如果我可能在香港這樣讀 有些什麼很大的分別 因為都是要倒閉 馮寶寶補一些不懂的基本的孔孔 我覺得尤其是我在15年12月考完N2之後 我根本上都沒有出去上課 一直都是在家上網看片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頻道 都是很好的教材 那我就在那些地方學 那N1兩次合格都是這樣來的 也不是說過程有很多用日文的機會 我自己就比較懶的 少一些 但是其實要爭取的話 在香港其實都可以做到 聊一下一些日本朋友去聊天 認識一些 跟一些不認識的日本人去聊天 都可以做到 其實比起你在日本放學 然後到處去玩 沒有什麼交流機會 就是走過看到一些日文字 又視而不見 然後有時候可能躲起宿舍不出去 如果這樣其實都不是這麼大意義的 所以學一個語言 都是有一點點覺得 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學 你可以在... 例如聽歌 我這樣就是可能 以前有一陣子聽很多日文歌的 看一些歌詞 然後原來講這個概念出來 那句話是這樣說的 就是... 你就會看到 真的別人用出來的時候 是怎樣用 這個... 對... 就是自己去聊這些 材料給自己學東西的 這個做法 是... 學語言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多過你說 是不是真的... 在日本... 那當然在日本 你如果很相信的話 當然... 是會好過在香港 就是比起以前的年代 不是太需要 真的可能去到日本 去真的用 那其實是... 你... 就是躲起家裡 好像現在這樣 躲起家裡 上網看多些 自己嘗試模仿一下 我都聽很多人說 就是我這些 真的讀的 讀了四年 去N1 其實都... 都是爛爛生生的 有很多人說 如果你真的讀的話 其實不用一年 你懂中文 懂英文 不用一年 其實你真的讀的話 是已經去到的 嗯... 那其實... 都... 沒有什麼說 對... 那如果有些什麼... 特別想知道的話 傳一些訊息給我看一下 那就是... 如果有些什麼想說 可能有空又拍一條片 去講一下 對啦 那就講到這裡這麼多 拜拜